字幕提供 OK 大家好 我是SKY 總算實現了 就是我一直一直說 我忙完了 我快要 快要自由了 我快要能夠出去旅遊拍我想拍的東西了 那麼在前兩天呢 我騎的這個FORCE 2.0 然後來了一趟 比較長程的 長途的一個旅行 限速50的區間車速 讓42.0無情的被腳踏車超車了 這次旅行預計先從台山縣 然後走到西濱跟朋友會合之後 沿著西濱一路南下雲林 7 急轉彎 全架 這個路線就是 之前當兵的時候 返回營區的必經路線 那麼在 左前方呢 這個斜坡上去 那就是我當兵的營區 上一次來這邊的時候 就是當兵的時候了 這次旅行再次經過這邊 顯得格外自由 純洛 跟朋友會合後 吃個早餐 就沿著西濱一路南下 這裡有一個新埔車站蠻漂亮的 整個車站都木造的 你都騎腳踏車來了 對啊,兩個禮拜前台來 西濱不愧是窮人的高速公路 雖然我們沿路上遇到很多羞辱 所以必須要繞道而行 但是還是轉眼間就來到了台中 那麼台中的休息點是定在台中的山景奧類 稍作休息後就繼續上路 繼續往彰化前進 進入彰化之後 我們就是沿著台17縣繼續往南 隨後轉進135縣道 準備前往台19縣 再次進入彰化前進 我們在一起 採用化前進 還要打開 採用化前進 歷史上 進入彰化前進 進入彰化前進 這條小路確實很漂亮 但是路況實在是不太好啊 正的不行的FORCE 2.0只好放慢 那朋友如屢平地的NNBCU就已經不見蹤影了 那走完這條漂亮的小路之後 我們就找一個加油站 加油一下然後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就準備進入雲林啦 那我們準備進入西州大橋 那在進西州大橋之前呢 我無意間檢查了一下手機支架 沒想到真的沒鎖 差一點就損失一支iPhone 西州大橋全長約3公里 那整條路都是又直又寬 所以基本上在這邊測試都會油門全開 那我朋友的NNBCU就這樣子 油門全開到底 消失的無影無蹤了 那我 那時速比較高了之後 或者在車正的不行 所以 索性放掉油門 慢慢的RV行駛 那也 放棄追前面的NNBCU了 我們要我們帶來的 小蘿 Kolleginnen 小蘿 大莉 小蘿 小蘿 大利 小蘿 小蘿 大利 小蘿 小蘿 那也因為騎得比較慢喔 所以多停了兩個紅燈 那也因為我騎F2.0也只有上下班通騎 所以也不太清楚它的動力極限啊 自動極限在哪裡 所以也不敢貿然的直接油門全開到底啦 還是慢慢騎比較保險 經過西周大橋之後就正式的進入暈領 這邊層遍層遍的倒天 雖然這個味道不是很好 但是跟化學的錯位比起來 這個倒天的味道總是能夠給人一份安心的感覺 接下來進入這個路段 是我之前每次回學校必經之路 那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像這個彎也轉了不下100次 棒球場附近是我之前也是常來這邊拍球賽 我們要走太快 你還是騎得太快 從這邊喔 接下来就是吃饭时间 那是跟从高雄骑上来的朋友 还有在云林当地的朋友 吃了一个回转寿司 没想到斗六居然也开了这一种高级的店 还有扭蛋可以扭 那简单吃个午餐休息之后 我们就骑着车跑我们之前 每个礼拜都必须要去跑一次的滑山 那么以前一里一百油门到底 都还是只能到三四十四五十的速度 现在其实FORCE 2.0 那油门都不用转到一半 就能够有不错的速度 那上这个小山 是非常非常轻松啊 那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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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新竹騎到雲林斗六 然後去參加這個台灣咖啡節 那台灣咖啡節呢 其實從大學大二以來 就是幾乎每年都去 就是自從跟了社團去了一次之後 就覺得這個活動 算是雲林一個特有的活動 然後很有特色 所以基本上可以說是那個地區最大的活動了吧 畢竟是一個國際性的 然後是在雲林舉辦的一個活動 所以基本上每年都會去 那去年畢業之後那一年剛好當兵沒去 然後今年我就騎這台車 去那個台灣咖啡節 你都開心 欸很棒 活著的人類們 我會願意陪你一起 逐個風和雨 有點我在夢裡遇見你 看見這個熟悉的背影 幫我把它吵一放進去 是不是我心裡想的 baby I just wanna say I miss you already No 對不起是我太小的動物 一直帶給你 好 無緒的打鼓打鼓打 都走不去 有時候我在一起 就沒有憂慮 發自內心 我是真的 對你懂了心 沒問題 我跟她的女生 她媽媽會唱的 因為前面來比她 前面來比她 她比她 所以她覺得打鼓打鼓打鼓 我會願意陪你一起 逐個風和雨 那麼第一天的旅程 也隨著蔡恩宇的推廠 落幕了 在一起 好 好 你好 好 我很